大家好 今天联准会宣布升息0.75% 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升息幅度 但是因为市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而且在之后的记者会上 联准会主席Gron Paul也表示 升息0.75%并不会是常态 所以市场上涨 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在升息的当天市场上涨 但是隔天市场下跌 那新闻媒体在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情况之下 只好说投资人突然了解了联准会的意图 而转趋悲观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用一天的市场反应 来预估未来的方向 必须要多观察几天 除了升息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 是联准会做出的经济预测 联准会它调降了 今年以及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而上调了失业率 那我们也常说联准会的经济预测 其实几乎从来没有准过 所以重点并不是在经济成长率 或者是失业率联准会做出的最终预测数字 而重点在于联准会它调升 失业率的一个幅度呢 在过去是只有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 所以虽然联准会自己并没有预测何时会发生经济衰退 但实际上联准会的意图就是利用升息来降低整体经济的需求 以控制物价 那理想上它可以达到软着陆 也就是经济减缓成长 但是并不会导致经济衰退 但实际上联准会几乎很少会成功 所以经济衰退通常都是无法避免的一个结果 在经济衰退不知何时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们建议呢 还是采取防御型的投资策略 不要过度的投资在景气循环股 或者是基本面欠佳的高成长股 也不要太积极的逢低买进 强反弹 当有一天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告诉你 我们正处于经济衰退 而且所有的多头都已经被迫离场的时候 就是我们转趋积极的好时机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